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跟您分享台湾也有这样子的感动哦 我们的公民记者素素在高雄的魏武营区发现了一棵大树 静下心请听他要跟我们分享他的感动 他让我回想到说像去年啊 就是三德西街都被砍那种感觉 我发现我好像是那个领主角 看到都被砍很难过 那毕竟那是电影刚才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的环境里面素是要保护的 那么今年刚好也很巧 我们高雄魏武营园区 就是对话为止租惠公园 那早期的营区里面就有很多很多很大的榕树 当租进去的时候我自己就吓一跳 哇 好大的树 我拍影片的时候那个榕树啊 它的那个气根就这样子在风里面飘 我就觉得哇 那种感觉就很像 那个树在跟我招手 所以那天我这样拍回来之后 我赶快把它整理出来 然后跟大家分享说 我看到阿凡达就在那个高雄魏武营区里面 哇 真的好想去体会一下 跟大树对话的感觉哦 其实珍爱环境就从我们的身边做起 公民记者伊莲日前去攀登雪山 她要跟我们分享高山的美景 以及无痕山林的理念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爬高山 然后之前我对于这种高山生态 并不是那么的了解 那么我们的领队啊 他本身有做过一个无痕山林的训练 所以呢 大家去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们一些基本的概念 比如说尽量把人为的痕迹减少 比如说今天走在一个步道上面好了 我们就尽量不要走出步道 因为你多踩出一步 你就多踩死了一些野生生态的生活 那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概念 然后我们在登山口的时候 那些志工就会请我们说 他只是请我们义务性的帮忙 去山上一人多带一袋垃圾下来 除了自己带的东西之外 再多带一袋垃圾下来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这也是一个方式 就是每个人都尽一份力量就好了 接下来要带大家去看一个青年乐团 他们用很特别的唱法分享圣歌 真的是很特别的唱法 听了让人感觉特别的活力十足 PayPal公民新闻带您看见不一样的新闻 希望您喜欢今天的节目 PayPal公民新闻报 我们下次见